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 近日在大陆参访了一系列抗日战争相关纪念场所及旧址 马英九参观后深受震动 表示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中华民族要自立自强才能不受外伍 4月4号马英九前往重庆梅花山路的张自忠将军墓平调 在张自忠塑像前久久速立 当讲解员介绍张自忠浴血奋斗壮烈牺牲的过程时 马英九更是表情凝重眼眶泛红 在张自忠将军墓碑前 马英九带领参访团成员墨哀鞠躬献花 绕行坟营一周后再度三鞠躬 临别时他对张自忠之孙张庆成说道 张自忠将军忍辱负重 以死明治壮烈殉国令人非常感动 当天下午 马英九还参观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这是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 规模最宏大的抗战遗址群 包括抗战期间的蒋介石官邸云秀楼 宋美龄住所松厅等建筑 参观展览时 马英九对日军侵华暴行予以强烈谴责 并指出 中国的抗战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东方战场 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他还说抗战军费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海外侨胞捐款 他们对抗战救国所做的贡献不可替代 马英九提到 1943年的开罗会议极为重要 会议期间 中国代表王宠慧在开罗宣言草案讨论中 与英方激变 坚持必须明确宣布日本窃自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 台湾 澎湖列岛等 必须归还中国 他还表示 台湾光复意义重大 希望展览中可以增加台湾光复时 台北中山堂举行授祥仪式的历史照片 看能不能找到台湾光复地受想的画面 这个就是日本的台湾总统 叫做安藤立即 在我们现在中山堂那个地方 沉重给陈宇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的话 我觉得立了很大 台湾人看了会很有感